好家伙 竟然偷看大爷洗澡 你是玩的越来越花了啊 黑没紧手 我都不好意思叫你老书人了 真的太烧皮了 这大哥平衡感真好 居然能夹着蛇在这么窄的地方走 万一掉下去了 马上给你一口 要知道这条蛇可不是一般蛇 显眼的倒三脚环纹 眼镜王蛇的标志性特征 毫无疑问 这是中国开袭率最高的眼镜王蛇 可千万别被他咬了 小东西长得真别致 这是由着龙蛇之称的林树葵 原产于非洲中西部 它是一种体型较小的毒蛇 一般只有四五十厘米 最大也才七十八厘米 主要以小心不入泪为时 这是一条缅甸蟒在过马路 看起来不到两米还是条幼体 这让我想起了之前粉丝开车 遇到蟒蛇的场景 快点快点 老子也回去住房 我慌得我过去了来 你没吃饭吗 怕的能干吗 我还都是没吃饭 尿浪哥吗 你 雷万人提醒有点打烟 跟着大家要找烟 还是骨架而鸡 打输了花钱趟一元 打赢了要拆缝登机 嗯 不划算 你满地儿怕摸摸摸摸摸摸 你不要过来啊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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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家伙挺凶的 追着人跑了这么远 这是有着暴躁老哥之称的 三索河枪蛇 幸好他是没赌的 要是毒蛇这样追人 我估计很多人都会吓料 有没有觉得这是滑鼠蛇的 大魔打出来我看一下 很多人因为这条蛇上半身 有白色条纹 就以为是滑鼠蛇了 仔细看这条蛇 后半截带有网状花纹 这才是该蛇的经典特征 它就是大名鼎鼎的黑网乌烧蛇 是公认的世界最长游蛇 可长到三米以上 最大甚至能超过3.6米 主要分布于东南亚 国内只在云南有分布 这是一个粉丝小朋友在爬行馆拍的 可以看到科普墙上出现了非常低级的错误 出血性毒术代表蛇 银环蛇 金环蛇 海蛇 神经毒术代表蛇 五步蛇 竹叶青蛇 闹铁头蛇 全部写反了 然后它这里银环蛇的照片也不对 仔细看这条蛇的白环非常宽 超出了银环蛇的常规宽度 更像是马来环蛇 你们觉得呢 旁边的哥们是一点忙都不帮啊 辛苦这小哥了 一个人抓这么大的网纹莽 本身莽式的力量就很大 在被抓住头部时会拼命用身体缠绕 这个时候最好有人把后半身抓住 不然缠上去是很难解开的 这是国外网友拍到一条割浅死掉的海蛇 名叫黄富海蛇 毒性是非常强的 像这种海蛇为什么会割浅呢 因为它们的富林不发达 不具备陆地行动能力 而我们经常看到在陆地爬的那种海蛇 是扁尾海蛇 扁尾海蛇长有发达的富林 因此可以在陆地行动 但其实爬的也挺慢的 跟陆地蛇完全没法比 确实不是主越青啊 咱们来看一下高清照片 前面是类似于翠青蛇的绿色 后面又变成橄榄色 背部还有短横纹 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品种名叫横纹脆青蛇 没错的不用怕 我发现很多人对蛇的体重缺乏基本概念啊 张口就来二三十斤 还有拿这种视觉效果图说五不蛇能长到三十斤的 你们要明白一点啊 像这种蛇在前人在后的照片 是不能拿人当参照物的 五不蛇的超大个体也就1.6米 保守最大1.8米 这个长度能有五公斤就算特别大了 要知道1.8米的加鹏思魁体重也才9公斤 你是觉得你的五不蛇比加鹏思魁还粗吗 我估计很多人看到这个黑头就以为是黑头剑蛇 大家看好了 黑头剑蛇的头可不是这样的 它其实是一种分布于东南亚的毒蛇 名叫Sportsport Crossley 小般利文蛇 没错 它是爪哇利文蛇的亲戚 体型比较小 一般只有五六十厘米 主要以小型蛇类为食 也会吃小蜥蜴 特征就是尾部有两处黑斑 这是粉丝在新疆拍的一条奇斑水游蛇 还拍了高清照片 是不是看起来挺人出无害的 它是一种专门打鱼的无毒蛇 有时也会打两棋类 国内只在新疆分布 国外的话就很广泛了 在欧洲至亚洲的几十个国家都有它的分布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是白化的加州王手 我们来仔细对比一下 可以看到白化加州王的身体更加远润 黄纹更为复杂 稳步前端有黄白色花纹 而这条蛇是头部后方有白色花纹 显然肯定不是白化加州王 它其实是一种我们非常熟悉的毒蛇 银环蛇的白化幼体 我们找个银环蛇的幼体来对比一下 除了颜色不同以外 几乎一模一样 这时候有人要问 这种变异的银环蛇会不会毒性更强啊 没有任何实验证明体色变异的蛇 毒性会变强 有人可能会拿这篇2005年发表的文章说事 里面得出了色变银环蛇比普通银环蛇毒性更大的结论 咱们仔细来看啊 色变银环蛇LD50 0.028 普通银环蛇0.039 都在正常范围内 而且差的这么少 样本还只有一条 根本无法得出毒性更强的结论 所以不要再传谣言啊 2023年1月 17岁的女高中生梅洛迪和同学参加完体育活动后 刚刚回到教室 她突然发出尖叫 说有什么东西咬了她 众人这才发现 教室里有一条飞满巴蛇 一些同学吓得直接从窗户跳了出来 另一些同学则抓住受伤的梅洛迪呼救 幸好有几个胆大的同学 直接杀死了这条蛇 才没有造成更多伤害 后来梅洛迪立即被送往附近诊所 校长也与医院取得联系准备 将梅洛迪送过去 同时学校在十分钟内通知了梅洛迪家长 家长叫上了一个传统草药人一同前往 二十分钟就到达了诊所 但他们却收到了一个悲痛的消息 梅洛迪在前往医院的途中已经死亡 哇 从被咬伤到死亡 仅仅只过了三十分钟 实大实的超速致死记录 而且这条咬伤梅洛迪的黑曼巴体型并不是很大 要知道黑曼巴也是有名的快手 不只是跑得很快 它的毒液发作速度也是名列前茅的 但并没有纪录片里面讲的那么快 什么十几二十分钟就死了 我几乎把能找到的黑曼巴咬伤文献全看了一遍 能够六十分钟内致死的并不多见 在一项研究中记录了二十九例黑曼巴文献咬伤案例 平均六十五分钟出现吞咽麻痹 平均两小时出现呼吸麻痹 再对比一下国产眼镜王蛇和菲律宾眼镜蛇 可以看到黑曼巴的致死速度比这两略逊欲丑 但也算得上世界第三了 咱黑曼巴平均排毒量只有110毫克左右 眼镜王蛇比他快纯粹是占了排毒量的优势 而文献中记录的黑曼巴最快呼吸麻痹时间为二十五分钟 相比之下这个三十分钟内上面的女高中生 可以说是黑曼巴的最快致死记录 但我相信还有比这个更快的 因为非洲的咬伤案例比较封闭 很多都没有被记录到文献中发表 在非洲当地黑曼巴确实有二十分钟内致死的传闻 当然其中肯定有夸大吹牛逼的 但也有真实发生的 不要小瞧世界第三的实力